外来种害虫荔枝春象已经在花莲发现了冲击 秀林乡家湾部落传出 有农民遭受到荔枝春象的汁液喷到脸部 引发过敏就医的记录 花莲县政府呼吁每年3到5月 是这个害虫残卵的高峰期 民众如果有发现 要小心避免接触虫体 并且通报动植物防疫所 由相关机关进行移除或是防治 来到秀林乡家湾部落 可以看到患者的树上 有一只蝎枝春象虫在吸食疏液 在5月初开始大集侵入部落 影响到居家的生活 就那么因为受到惊吓骚扰之后 不慎接触到排放的密物 造成皮肤刺痛 甚至引起过敏的反应 我正在笨的时候 这是什么东西 我就马上这样子 就很臭 很臭 它有那个味道 就有点味道 那个有些很不舒服 想吐这样 就这样 它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嗯 就一直养 一直要一直抓一直抓这样 嗯嗯嗯嗯 就这样子啊 我本来说没什么事 诶我说怎么 一直插也没有说马上好 你看还有 很久了 金美村长金师兄表示 经过竹人反应之后 并且邀请防守来了解如何进行防治 昨天就是我们理事长这边也是通报说 它整个树或是那个水果 看到一个红色的 应该叫做乡村 然后就是破坏我们整个生态 然后就是我们昨天来看这里的这个虫 以为是小虫 这个是整个大面积 然后我们先通报给相公所 那消防队 不是那个清洁队 然后清洁队讲说 它这个就通报到 梁民属 梁民属今天 今天会下午 10点多会来看这边 到底是什么样的虫 然后我们怎么处理 就是如果是 整个秀林乡有这样的话 就立即通报到 或是相公屋或是梁民属这边 然后就是来做这些改善 改良好 欢迎政府农业处 东职务防御所表示 一旦接受民众通报 除了会前往通报现场勘察 并且对临近的民众宣导防治之外 也会针对该发生的土地的权限协助厘清 如设计到公用土地 一将携之村巷防治 督导全则分工 含请该土地权管单位 尽速进行移除或是防治 一般民众在聚焦环境 如果发现携之村巷的时候 建议先修剪树木 让茄子村巷无处躲藏再进行施药 照具有防治的效果 防治药物可以到农业制裁行 购买棉灯剂 植物保护制裁农罩 稀释喷洒虫进行防治 如果要用到化学药物防治 务必先请向环保机 洽询相关单位用药种类再进行使用 接下来我们下期再见